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讨论的是Excel函数应用里面的单条件平均值统计 在结果工作人员我们看到A蓝是产品 那它有很多笔的订单 那我要统计它在1月份的订单里面 它的平均销量是多少 墨鱼跟帝王蟹两种 那这时候要怎么做 我们到范例这边来看 在这里我们打的时候要打等号 AVERAGE 然后加一个1符 乙符代表的是单条件 单一条件的 第一个你要先跟它讲范围 你的准则范围 A2到A61 按F4把它锁起来 因为我们要COVID公式往下 然后我要找的是墨鱼 墨鱼就是产品 然后我要统计 实际上我要平均的一个范围 就是计算范围 计算范围是从 B2到B61 一样按F4把它锁起来 Enter以后呢 它就会跟你讲 它平均值是535 有没有 我只需要往下拉 我就可以算出来 另外一个是 562.55 那其实上来讲呢 这里面要特别注意到的 这里面会干嘛 我大概跟你解释 我甚至可以干嘛 我把7个产品全部都干嘛 抓过来 有没有这个意思吗 你就可以把各个产品都可以把它抓过来 抓过来以后呢 你再来去做什么 统计 那这样子我这样子让公司把关下来 他就跟你讲 每一个 平均 有没有 每一个 产品 它平均的销量 是多少 所以这里面很清楚就看得到了 是 每一个值 那这个 如果说你觉得干嘛 小数位数太多的话 你可以点常用这边 这里 注意到 加一位小数 减一位小数 我可以自己挑 我要减到几位小数 直接秀出来 那这样来讲 你的数值会比较漂亮 比较美观 那我们把它复制格式一下 所以这里面就很清楚了 看得到了 每个的值是大概多少